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为了防止出现空盆的现象 我们在高温都已的环境 养护卸主兰 一定要给土养进行杀菌 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根腐病的发生 那么我们使用的杀菌药 就是使用这种二媒零土养专用的杀菌药 它是内吸型的 有效的渗透土养进行杀菌 而且又可以在根式活动 更有效的把真菌病菌有效的杀菌 但是我们除了在盆土进行杀菌之外 还有一个动作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动作就是 当卸主兰枝头冒出了新的叶片 也就是这种嫩叶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掰掉 那么为什么要给它掰掉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温度高 当温度上到30度以上 卸主兰就会进入休眠期 不吃不喝 这时鸡头上长出的这些新叶 它不断的消耗养分 而且消耗的养分量特别大 根据没有吸收到任何的养分 只能消耗脊珠自身的养分 就使这个脊珠容易出现肝扁发咒的情况 所以像这种新叶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掰掉 这样就不会浪费我们的养分了 其实我们的卸主兰长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它长得太高 我们给它摘掉新叶之后 就流出这种比较肥厚饱满的新叶片 慢慢的续养 这样才有利在秋季的时候 尤其开花 开花更加旺 那给大家看上 我这盆卸手栏呢 看上每当长出新叶片的时候 就要急需的给它摘掉 叶片的比较肥厚饱满硬朗 像这样子给它续养好 上面的这一节叶片之后呢 在秋季的时候开花比较旺盛 千万不要舍不得给它掰掉 像我们的这些呢 就可以给它掰掉 整个蜘蛛就不会浪费养分 那么这个卸主兰长在高温的时候呢 就可以好好地休息 让它更好的叶下 好了就继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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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